小九娱乐吧 娱乐小喇叭 小九每天问你分心精彩内容 现在娱乐圈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一定是颜值了 有的时候可以说娱乐圈可以说是整容院 很多明星进入娱乐圈之后 完美的视线啊 什么叫做脱胎换骨一般的存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来看看王总先吧 他一直都是大家心目中的美人形象 以前的五官和现在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能在鼓不在皮说的就是他 虽然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很多人依然觉得 他是娱乐圈最美的一个明星 然后我们再看看杨颖吧 他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以前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成乡结合部的感觉 但是作为现在的一线女明星 虽然有时演技饱受够病 但是他的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呢 然后再来看看杨幂吧 他的变化也是挺大的啊 曾经还入围最具商业价值的女明星之一 其中的商业实体是一方面的 当然这个颜值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长得确实也好看得很 而最后要说的就是赵丽颖了 他的经历可以完美的证明 娱乐圈就是整容院 普通人长成这样只是普通的圆润 经过娱乐圈的改造 也会有着不一样的改变 如今的他颜值也是非常的耐烦了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 这气质毕竟在那摆着呢 娱乐圈的确是所整容院 毕竟成名之后 不管是财富还是气场 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竟这个气场和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大家觉得谁的变化最大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看完视频后就起身活动一下哦